你好 今天为你解读的是美国特级教师的历史课 这本书的中文版大约有21.3万字 我会用大约25分钟左右的时间来为你讲述书中的精华 美国老师如何教学生研究历史 如何训练学生的批判性思维 我经常会回想起在中学的时候上历史课的情景 话题 背诵 考试如此反复 永无休止 那久而久之 我被历史搞得是不厌其烦 一提到历史课 不是头大如抖 就是昏昏欲睡 历史课简直就成了无聊 枯燥的代名词 那事实果真如此吗 这当然不是了 这不 美国的历史老师丹尼尔布切里 用独特的教学方法 为一个中国少年打开了一扇神奇之门 让他在惊讶与心心之下 写下了美国特级教师的历史课一书 和世界分享他的感受 全书分为上下两篇 上篇是作者对丹尼尔老师 课堂教学过程的记录和分析 以白描的方式展示了老师在课堂上 引导学生运用批判性思维的细节 下篇中 作者对自己做过的几个历史项目研究 进行了详细的介绍 也可以看出老师对学生的批判性思维训练 贯穿其中 丹尼尔老师完全颠覆了我们对历史课的认知 他不但将历史课变得有趣 使每个学生都积极主动的投入到课堂之中 还将历史课堂变成了批判性思维的训练所 让学生像历史学家一样研究历史 相信任何一个渴望自己具有批判性思维的人 都可以从阅读本书中得到有益的启示 本书作者程修凡生于1999年 是一个高三再读的学生 酷爱研究历史 那听到这儿您是不是怀疑自己听错了呀 您没听错 作者程修凡确实是一个17岁的大男孩 他初三的时候因随父母访学而前往美国加州 就读于当地的威尼斯高中九年级 当时历史老师丹尼尔布里切 与众不同的课堂教学 给了他前所未有的学习体验 回国之后 他重新整理了学习笔记 并且撰写成书 生动在线了美国高中的历史课堂 为读者开启了一次批判性思维之旅 好的 介绍完了这本书的基本内容 以及作者的概况 接下来我将为你从四个方面 讲述书中的详细内容 一 丹尼尔老师的历史课开场白 居然是一次午餐打架事件 二 丹尼尔老师用一周的时间 指导学生研究犹太人大屠杀 思考暴力和屠杀产生的根源 三 学生可以不做历史学家 但要像历史学家一样思考和阅读 四 被忽略的中国背后 是美国的地狱歧视 种族歧视和国家自大 那么我们现在就来展开第一个部分 丹尼尔老师的历史课开场白 居然是一次午餐打架事件 丹尼尔老师是作者在美国求学时的历史老师 当选过加州洛杉矶学区和洛杉矶郡的年度教师 这个荣誉称号类似于咱们中国的特级教师 他十分的有亲和力 擅长用提问讨论的方式训练学生的批判性思维 美国的高中是选课制 老师都有自己固定的教师 学生根据自己选课的情况 一节课一节课的跑班 因此大部分美国老师课堂上的师生关系 同学关系都不算亲密 但是丹尼尔老师是一个例外 上课前他会站在教室门口等待着学生的到来 一一的打招呼问好 下课以后他会和学生道别并送上祝福 他的历史课魅力非凡 两个完全陌生的同学 即使不在课堂上 也很容易因为谈起他的历史课 而成为好朋友 他的课堂布置的比较独特 教室里四张课桌椅被拼成了一个大的方形 一共四组这样的方形 每组可以做八个学生 这预示着在丹尼尔的课堂上 小组讨论的比重较大 正是上课前 丹尼尔老师有一个十分钟的课前预热环节 他会提出一两个问题 让小组讨论 而后在同学们的编号牌中 就像抽奖一样 随机抽取三位同学来回答 那这样的预热 瞬间就调动了学生的积极性与参与性 使学生在接下来的课堂时间里 十分的活跃 作者的第一堂历史课 居然是从处理一桩午餐打架事件开始的 让人是耳目一新 校长要处理一起学生打架事件 为了查明真相 询问了很多的老师和学生 他们都是目击证人 结果校长却收到了不同的证词 并且非常重要的是 没有一个人说谎 丹尼尔老师让校长们分组开会 讨论以下的问题 第一 如果没有一个人说谎的话 怎么会出现不同的证词呢 第二 目击这次打架事件的是哪些人呢 比如说参与者的朋友 不认识参与者的学生 参与者本人 老师 学生 第三 是什么让一个人的说法 比另一个人的说法更加可信呢 表面上看啊 这三个问题呢 都是围绕事件本身来进行 实际的目的 却是让学生们 对历史教学的几个重点 予以明确并进行思考 学生们觉察出了老师的意图 自动的就把老师的问题 就换成了以下内容 一 历史书注重客观事实 不会有意说谎 但为什么同一个历史事件 会有不同的叙述版本 和不同的意义总结呢 这是怎么发生的呢 第二 历史撰写者的身份 立场和角度 会导致不同的故事版本 我们阅读历史书的时候 应该怎么样去界定 作者是什么人呢 第三 是什么因素 导致一本历史书 比另外一本历史书 更有可信度呢 小组讨论结束 四个学生代表陈词 然后丹尼尔老师 进行了深话与总结 故事是谁说的 说了什么 没说什么 重点说了什么 怎么说的 为什么这样说 都是需要破解的语言 好 上面就是为你讲述的 第一个内容 丹尼尔老师十分有亲和力 擅长用提问讨论的方式 训练学生的批判性思维 他的历史课开场白 居然是一次午餐打架事件 那么接下来 我将为你讲述的是第二个内容 丹尼尔老师用一周的时间 指导学生研究犹太人大屠杀 思考暴力和屠杀产生的根源 说到丹尼尔老师的课 离不开他在课堂开始之前 所下发的家庭作业纸 作业纸一般分为三个部分 第一个部分是具体的阅读任务和预习题 第二个部分是一道批判性思考题 第三个部分是一幅和章节内容相关的图画 图上由丹尼尔老师做的简要提示 周一到周四 学生需要将所有问题的答案都写在笔记本上 周五 丹尼尔老师对笔记本进行检查 如果他发现某位学生有一些独特的观点 他就会单独和这位学生交流 或者说发起班级讨论 好 下面我们就和作者一起走进丹尼尔老师的课堂 看他是如何用一周的时间来指导学生们研究犹太人大屠杀的 周一 丹尼尔老师主要让学生通过快速阅读了解犹太人大屠杀的事实 并且传授读图技巧 具体的做法就是 先让学生按照作业纸指示的页码 分小组快速阅读课本和讨论作业纸上的问题 此后 讲授阅读地图的技巧 并让学生看纳粹主要的集中营这幅地图 回答书上的问题 第二 丹尼尔老师讲述了这样一个观点 对犹太人大屠杀负有责任的不只是希特勒 党卫军的领导人和纳粹高官 几乎所有的德国民众都参与了 他们对屠杀犹太人的态度是默许的 甚至是支持的 接着他展示了德国人执行完杀害犹太人任务之后 一脸和气笑容的照片引出反游主义 随后在PPT上打出了一个大大的Others 那翻译成中文的就是他者的意思 丹尼尔老师指出 一个族群把另一个族群的人当作Others 这是历史上种族屠杀或灭绝了一个重要起因 说的通俗一点 就是因为你与他人的生活方式不同 样貌习俗文化迥异 于是被定义为Others 引发了他人对你的歧视 由于不能相互融合 他们对陌生的你产生了恐惧的情绪 又因为恐惧 他们给你制造谎言 编织了莫须有的罪名 再进一步恐惧积累到了一定程度 演化为仇恨 于是暴力和屠杀就产生了 电影X战警中变种人 被人类定义为Others 格列佛游记里的耶狐 也被惠音定义为Others 于是他们都面临着被灭绝的危险 那通常情况下 种族之间以及人与人之间的暴力 是因为一方成了被歧视的对象Others 而产生歧视和谎言的原因 就在于人与人之间 种族与种族之间 对于彼此的习惯文化等 没有真正的了解和尊重 所以要消除种族冲突 避免种族灭绝的悲剧再度发生 我们就需要深入理解各种文化 有没有把一个人或者一个群体 定义为Others加以歧视呢 我们为什么会这样做呢 唐太宗说 以史为敬可以知心替 其实学习历史不仅可以知心替 还可以反思并且修正自己的行为 周三 丹尼尔老师首先大声朗诵了 马丁尼莫拉牧师的名言 他们先是来抓共产党 我没有说话 因为我不是共产党 他们接着来抓犹太人 我没有说话 因为我不是犹太人 他们又来抓工会会员 我没有说话 因为我不是工会会员 他们再来抓天主教徒 我没有说话 因为我不是新教教徒 他们最后来抓我 这时已经没有人替我说话了 朗诵完毕 丹尼尔老师在黑板上写下了两个单词 bystander和upstander 然后要求学生们思考他们的含义 显然 bystander是旁观者抗坷的意思 而upstander是一个生造词 丹尼尔老师用它来对应 bystander的反义词 可以指个人群体或者国家 可以以为抗争者 这世上最坏的事情 不是坏人做坏事 而是好人保持沉默 upstander 它的意义就在于 面对不公正 upstander会选择做一些事情 来阻止或者预防不公正 从而避免暴力升级 接着丹尼尔老师下发了两个材料 一个是乐上帮的勇气 另一个是罗森查斯街的抗议 这两个材料里的人 都在大屠杀期间拯救了犹太人 所不同的是 上勒帮的牧师与村民 拯救与他们毫无关系的犹太人 而罗森查斯街的抗议者 他们用怒吼和尖叫 救赎了他们的亲人后 选择了沉默 任由另外八千名犹太人 被送到了死亡营 乐上帮的村民毫无疑问 是upstander 灵当受到世人的崇敬 可是我们该如何评价 罗斯查森街的抗议者们呢 有爱有勇气吗 只是管亲人 而不管他人的死活吗 还是他们并非冷漠 只是别无选择呢 至此啊 你会发现 这两者之间的界限变得很模糊了 黑白不再分明 人性变得更加丰富和真实 周四 学生继续讨论 bystander和upstander的故事 一二组同学分享的是 bystander的故事 第一组同学分享了一段采访 主人公负责运送犹太人 和其他受害者到集中营 他选择不直面真相 因为他怕死 并且严格服从命令 丹尼尔老师让学生思考 该如何审判此人 并要求学生思考 怕死有什么错 严格服从命令有罪吗 这样的问题 第二组同学分享的故事呢 是关于一个小镇居民的 纳粹在他们所住附近的城堡 大量的屠杀和焚烧 无用的人 小镇居民很明确的 知道了纳粹的暴行 但是他们选择了沉默 因为他们怕自己 也被送到集中营 第三四五六组的同学 分享了Upstander的故事 第一个是个人救援 第二个是群体救援 第三个最振奋人心 讲的是丹麦整个国家 上下总动员 援助犹太人的故事 第七组分享的故事 有一些特别 因为主人公面临着两难处境 做Bestander 他良心十分不安和痛苦 可是他为了良心 变成了Upstander 他同样痛苦 因为这个选择 将他一加置于了危险之中 丹尼尔老师之所以让学生 一起讨论Bestander和Upstander的故事 就是想让学生们通过这些故事 讨论一个复杂的道德和公民问题 在什么情况下 我们挺身而出 反对不公平和暴力呢 在什么情况下 我们只是旁观者 任由非正义继续呢 我们对谁负责呢 我们的选择会给我们自己 我们的家庭和社区 带来怎样的结果呢 其实很多时候 公民道德的问题 会在冲突与困惑的两难境地 比如说 个人道德与公共道德的矛盾 道德认知与道德行为的断裂 公立意识与责任意识的冲突等 因此 我们不能对他人的行为 进行简单的道德评判 而是要思考 面临不公正 我们自己该如何选择 周五 另外两组学生分享了 两个角色改变的故事 他们都是从best standard 变成了upstandard 最后 丹尼尔老师让学生做案例分析 案例内容是 一个原本成绩很好的中学女生 因为受到排斥 成绩日益变差 甚至不想上学 这个案例分析 让我们感到历史并不遥远 历史课可以解决 我们现实生活中 所遇到的问题 作者从一个学生的视角 白描述地记录了 一周五天的课程 在这五天的课程当中 师生一起阅读 一起讨论 在老师的引导下 学生通过大量的阅读 深入思考和互动交流 锻炼他们的理解力 使他们明白了 大屠杀产生根源 建立了属于自己的思维框架 对best standard和upstandard研究 使学生渐渐明白了很多道理 比如说 要努力了解其他人和文化 不要随意地把自己不理解的人和文化 定义为others 不再对best standard和upstandard 做简单的道德评判 要将他们视为兄弟 更重要的是 启发学生思考 在暴力和屠杀面前 如何做出自己的选择 好了 以上就是为你讲述的 第二个重点内容 丹尼尔老师 用一周五节课的时间 指导学生进行探索性学习 让他们研究犹太人大屠杀 明白暴力和屠杀产生的根源 启发他们在暴力和屠杀面前 如何做出自己的选择 那接下来我们要继续讲的是 第三个重点内容 学生可以不做历史学家 但是要像历史学家一样 阅读和思考 同一件事情 在不同的作者笔下 往往并不相同 我们怎样确定手中的资料 是否为真相呢 如果我们仅仅对老师 罗列出来的史实 加以记忆的话 从不进行研究探索 那么当不同版本的教科书出现 不同立场的历史记录者揭露 我们又该如何选择呢 学生不一定要成为历史学家 但是一定要学会 像历史学家一样进行 批判性的阅读 趣味存真 侦破历史的真相 并且理解历史的前因后果 具体来说呢 丹尼尔老师是从以下几个方面 引导学生的 第一 阅读一手文献 学习法国大革命这一课的时候 大家首先共同阅读了 简介法国大革命历程的 恐怖统治时期 然后丹尼尔老师呢 提出了这堂课的历史议题 恐怖统治时期 它合理吗 随后丹尼尔老师下发了六份文献 交给了不同的同学阅读 同学们阅读完毕之后 开始分小组讨论 每个人分享自己的文献 那这个过程让接触到不少 当时一手文献的同学 突然就明白了 认识历史 不能只通过教科书 而应该去研读 当时的一手文献 接着小组同学就开始 共同解读这些 代表着不同立场的文献 评估文献的可靠性 围绕本节课的议题 去探索并且形成自己的观点 小组讨论中 对立的观点不断的碰撞 双方的论证都是来自于 对文献的解读 那这个环节就激发了 学生的历史探究精神 培养了学生的 批判性思维能力 第二 考察两种教科书的 不同记载 讲到朝鲜战争的时候 丹尼尔老师重点引导学生 如何批判性阅读教科书 那节课的中心议题是 韩国教科书和朝鲜教科书 对朝鲜战争的说法 哪个更可信 丹尼尔给学生下发了两份文献 分别的就是韩国和朝鲜的 教科书结录 目的就是希望学生通过阅读 交战双方对同一件事情 截然不同的描述 形成自己的判断 学生阅读完毕 在课堂上讨论了三个问题 朝鲜战争是如何开始的 哪个教科书更可信 为什么 要找出真相 你觉得还需要阅读 其他哪些文献呢 小组展开了激烈的辩论之后 形成了一致的看法 不考察多方文献 难以查出真相 同学们的争论 只能是立场之争 而不是找到真相 三 解读不同立场的文献 以冷战的历史为例 丹尼尔老师给出了一提是 谁对冷战负主要责任 美国还是苏联 学生先拿到了两份文献 一份是1964年 丘吉尔访美时发表的 铁幕演讲 一份是1947年的 杜鲁门主义 毫无疑问 读完这两篇文献 大部分同学认为 苏联要为冷战负主要责任 接着丹尼尔老师 下发了另外两篇文献 一篇是苏联大使 尼古拉·洛维科夫 发给苏维埃领导人的电报 一篇是亨利·华莱士 写给杜鲁门的信 他要求学生读完之后 再做出评估 并且提出自己的文献证据 结果同样是毫无悬念 这次大部分同学认为 美国要为冷战负主要责任了 丹尼尔老师用这种方法 提醒学生 如果只是看一个立场的文献 很容易陷入到一个立场 而像历史学家一样去思考 要学会分析不同立场的文献 最终得出自己的结论 第四 进入历史的语境中阅读 丹尼尔老师认为 历史是多变的 有多种声音 对同一件历史事件 历史人物的评价 因人 因实而不同 在讲到印巴分治的时候 丹尼尔给出了议题 根据当时的情况 印巴分治是一个好的决策吗 显然 根据当时的情况 表明他希望让学生进入历史语境中 去阅读历史文献和研究历史议题 丹尼尔老师先发放了两份资料 一份是巴基斯坦之父 穆罕默德阿里珍娜的演讲季节录 一份是印度独立后第一任总理 贾瓦哈拉尔尼赫鲁所著的 印度的发现艺术的摘录 随同资料发放的 还有一张课堂作业纸 内容是根据这两份文献 印巴分治是一个好的决策吗 要求学生做出答案 并且找出文献中的依据 作业最后还是同样的问题 不过要学生自己针对这两份资料 做出自己的评估 在学生讨论的时候 丹尼尔又发放了两份文献 和一页课堂作业纸 这两份文献 一份是对印度最后一位 英国总督的采访 一份是美国著名的 印度史学家的 一个相关的论述 作业和上次一样 那这次作业 让学生懂得了一个道理 那就是历史人物 在做决策的时候 并没有预知未来的能力 他们的决策 是基于当时的条件 评价历史政策和历史人物 不进入当时的历史情境 不深入理解他们的心态 评价就难免会有失公平 所以要想像历史学家一样 阅读历史文献 那就应该穿越到那个时代 进入到历史的上下文 去体会当时的人物和事件 好了 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说的 第三个重点 像历史学家一样 阅读要做到阅读第一手文献 考察不同的教科书记载 考察不同立场的文献 进入历史语境中去阅读 那接下来我要说的是 最后一个重点 被忽略的中国背后 是美国的地域歧视 种族歧视和国家自大 前三个重点呢 是来自于丹尼尔老师的讨论型课堂 最后一个是作者的 自选历史项目研究 二战中被忽略的中国 美国历史课本当中 关于犹太屠杀的部分呢 足足占了六页 而关于南京大屠杀 只有一句话 提到了抢劫杀人 但是并没有用 南京大屠杀的字眼 并且南京这个地名 也没有被标记出来 那换句话说 南京大屠杀被忽略不计了 作为历史书 却这样记载历史 无疑是令人气愤的 那气愤之余 作者对美国世界史教科书 产生了质疑 决心要研究一下背后的原因 因为正如丹尼尔老师 先前所说的 不说什么 也是需要破解的 中国是世界上 开辟反法西斯战场 最早的国家 作为同盟国之一 被公认为 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 四大强国之一 就连罗斯福和丘吉尔都认为 中国在二战中起到了巨大的作用 然而在美国的高中教科书当中 既看不出中国在二战中的作用 也看不出中国在二战中的盟国地位 可以说中国被完全的给忽视了 那么美国教科书 忽略中国是什么原因呢 作者对这个问题进行了 深入的思考和研究 觉得这不仅仅是因为 中国和美国属于两个不同的阵营 还有以下三个原因 第一 地域歧视 美国教科书里面 有着强烈的西方中心思想 正如二战时的美国立场 先欧后亚 1942年 英美首脑采纳了马歇尔所提出的 先欧后亚的全球战略 美国对直接和自己对抗的日军 采取首饰 而是集中力量投入到了欧洲 大西洋战场 全力支持苏英对德作战 二战结束之后 马歇尔计划也仅仅是欧洲复兴计划 并没有给予中国足够的支援 来恢复受损的经济 甚至还对当时的国民党政府 进行了武器禁运 美国教科书对中国的忽视 就像是二战时 他们对中国的态度一样 第二就是种族歧视 新欧后亚是一种欧洲中心论 它背后所隐藏的应该是 百种优越论 二战中 美国对欧洲同盟国的援助 远高于亚洲 这就是因为美国和欧洲的肤色相同 并且由于对黄种人根深蒂固的歧视 他们就轻视了日本这个对手 那即便是在今天 美国有了黑人总统奥巴马 他们的肤色歧视依然是存在的 三国家的自大 被忽略的中国旁边 站着的是被夸大的美国 我们先来看一看美国教科书中 对辛亥革命的描写 在1911年10月 孙中山的拥护者在中国中部发动革命 此时孙中山正在美国 他在科罗拉多州的丹佛读到了起义的消息 在这我们对比一下两个地名 中国中部和科罗拉多州的丹佛 你看这样翔略之间描述 透露出来的信息就是 中国的被忽略和美国的被夸大 事实上 美国课本和课堂都带着夸大美国的兴致 一个人如果从小在美国长大 就会被美国教科书上展现出的美国感到无比的自豪 美国在二战中英勇无比 贡献最大 是美国决定了日本法西斯彻底失败的命运 因为教科书把二战亚洲战场结束 归功于美国在广岛长崎偷放的原子弹 哈佛大学教授斯蒂芬·沃尔特指出 美国人喜欢把国际社会积极动向的功劳 记在自己的头上 鉴于美国领导人极尽自夸之能事 大多数美国人把自己的国家视为 国际事务中的一支绝对的积极力量 也不作为奇 美国在过去的一个世纪里 为世界和平与稳定的做出了不可否认的贡献 但认为一切好的事情都是源自于华盛顿的智慧 这就有一些过分夸大美国的贡献了 看过拯救大兵瑞恩或巴顿将军的美国人 会认为美国在打败纳粹德国方面 发挥了核心的作用 但实际上对德作战主要是在东欧展开 粉碎希特勒的任务主要是由苏联所承担的 同样的尽管马歇尔计划和北约 对欧洲在二战结束后的重建 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但是欧洲人至少有着同样大的功劳 斯蒂芬·沃尔特教授的这段话 很好地就解释了 为什么在美国世界历史的教科书 和美国课堂上 美国中心是如此的凸显 好了 说到这儿 我们今天关于这本书的内容 说得也差不多了 接下来我将为你总结一下 今天的主要内容 第一个重点是 丹尼尔老师是美国的特级教师 第一节课 他通过午餐打架事件 让学生领悟到了一个道理 故事是谁说的 说了什么 没说什么 重点说了什么 怎么说的 为什么这样说 都是需要破解的语言 第二个重点是 丹尼尔老师如何用一周的时间 来指导学生研究犹太人大屠杀 以此来培养学生的批判性思维能力 让学生明白 暴力和屠杀产生的根源 启发学生在暴力和屠杀面前 如何做出自己的选择 第三个重点是 如何指导学生 像历史学家一样阅读 读第一手文献 考察两整教科书的不同记载 解读不同立场的文献 进入历史的语境中去阅读 最后一个重点是 不讲什么也是需要破译的 美国教科书中 中国被忽略 这是因为美国的地域歧视 种族歧视 还有国家自大 和不作用 son 뜻的 最后一个重点是 佛 律底地 员